第26题组成原子的三种基本粒子为中子、子子及电子 下列有关此三种粒子的叙述何者正确 根据我们所学的原子说 我们晓得子子带正电 电子带负电而中子不带电 而我们一个子子跟一个电子的电量是相同的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珠也是错的 我们又晓得我们一个电子的质量 只有一个子子质量的1800多分之一 而子子跟中子的质量差不多 中子重一点点 所以选项B也是错的 而我们的电子的质量虽然很小 但是活动范围空间很大 我们就把电子活动的范围 视作我们原子的大小 所以选项C是对的 因此第26题我们说 下列有关此三种粒子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原子的大小决定于电子运动的范围 总是大小决定于电子运动大小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